哈喽,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东莞工商总会的张黄伟小学的邝主任 你好,我是张黄伟小学的课程主任,我姓邝,邝月英主任,大家好 就是在小学的过程当中,你们学校会比较倾向于搜哪些类型的学生呢? 对于学生要求会没有一个硬性的条件呢? 我们学校吧,其实呢,都是游教无类的 也就是说呢,我们是欢迎不同类型的学生 因为我们在照顾个别的学习差异这方面呢,是有一定的经验 而且在不同的家长的心目中呢,在房间也有一定的那个口碑吧 所以呢,我们欢迎不同类型的学生 事实上呢,在我们学校呢,也有不同类型的学生 我们会有不同的课程去照顾 比如说是一些自由的学生啊,或者是所谓的SCN的学生 我们也是会有不同的课程 而且我们的教室啊,或者在一些的课程啊 或者在一些的资源方面,我们都有不同的服务 或者一些设施可以帮他们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欢迎不同类型的学生来到我们学校 因为我知道小学都会有面试嘛 那面试的过程当中,你们会比较着重于学生他哪方面的一些能力呢? 我们面试吧,其实都是希望呢,家长也可以一块过来 因为呢,我们觉得是家长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吧 知道我们的理念是如何 那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些的认识一下小朋友 对对对,那家长也可以认识一下我们学校啊 认识一个双互交流的一个 对,是的,那我们就可以认识 透过和家长的一些对话啊,沟通啊 那家长也认识我们的理念 我们也知道家长对我们有些什么的期望等等 那我们可以一起互相合作 基本上那些面试的情况是很简单的 也不是很复杂 和我们直接一些填一些资料啊 或者是简单的一些入学的程序等等就可以 所以不是太复杂了 那方便介绍一下你们学校的一些特色课程 我们刚才我提到呢 我们学校呢,在照顾学生的不同的方面呢 都有一些经验吧 或者一点一点的累积吧 首先我就可以说是在我们课程里面呢 所有的工作址吧 我们都有分成 就资源不同的学习的需要 比如说好像中英这些的主课吧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就有不同的学习活动 为不同的学生就有不同的活动 他能力比较强的学生 工作址也有不同的 这是一块啊 我们的照顾个别的差异啊 另外我们的Steam课程也是非常的出名 我们在IT这方面呢 有一个前瞻性 而且其实走得比较远 因为呢我们的课程或者我们的Steam课程呢 都是非常成熟的 今年我们刚刚在Steam的比赛吧 还拿了一个公开赛的冠军 还可以去美国参加交流比赛 我们的那个英语课也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小一到小三吧 有三个老师一起上课的 所以我们的照顾是非常的齐全 非常的好 我们的课外活动非常的多元化 因为我们希望为每一个不同的小朋友呢 能提供多元化 对对对 因为我们希望他们不但在我们学校呢 能在知识上面有一个累积吧 多元化 希望能在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吧 我们的课程中